似针眼般大小的车站横幅标语,比支架盖还小的列车检票口。 近日,95后兰州青年打造1比160兰州西站模型视频,在新兴网络社交平台走红。 兰州西站是中国西部最大规模的路网型铁路科运枢纽站,也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划的十大区域性科运中心之一。 自幼喜欢做模型的朱志远,在外求学和工作过程中,发现人们对兰州的印象仅仅只是一碗面, 便想通过自己这项特长制作出兰州西站微缩模型来展示思路新风貌,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。 最开始我是就是用手机去记录了很多一些兰州的照片呀,派同学去看给他们介绍,给他们去讲兰州这是哪里,这是怎么怎么样。 我发现可能我的镜头还是过于片面,所以我觉得可以发挥一下我这方面的特长, 通过我自己的双手去向大家去介绍一个立体的兰州,所以在这种想法之下,我决定去做一些兰州的一些地标呀什么的。 最后选择做兰州西是什么呢?因为第一,兰州西它是我们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兰州第一站, 它就是从兰州西的站房去认识兰州的,因为兰州西的站房设计也是融入了很多我们本土的设计语言, 比如说我们站房上面的祥云设计,这个实际上就是出自于敦煌壁画的,有这方面的艺术融合在里面。 该模型较为清楚地还原了兰州西站的细节,如进站口,广告标语,极标式牌等, 同时也加入带洞里的火车模型和照明电路,能够模拟出列车进出站的繁忙景象。 从一遍遍查阅资料,比对建筑做出模型图纸,到完成制作近半个月的时间里, 并非建筑专业的朱志远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各种难题,全凭自己不断研究。 实际上这个曲线就是光兰州西的外立面,我想了差不多得有两天的时间。 因为兰州西你们看到它的曲线设置是比较多的, 那么如何去利用我手上有的这些材料去让它们把曲线展现出来, 只是每天只要闲下来,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应该去怎么设置,怎么去做比较好。 有的时候就是都是脑子里突然冒一下点,然后赶快把它记录下来, 然后到电脑前都把它画出来,觉得就是最后反复修改,反复推销, 确定了这个外立面的大致的比例,确定了它的尺寸。 朱志远表示,制作模型让他觉得以不同的视角, 了解到建筑的整体风貌十分有趣。 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接下来,制作更多以甘肃文化特色为主题的模型, 吸引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甘肃文化。 作为一个新时代兰州人,我们去展现兰州,去展现甘肃风貌的方式, 不一定均拟于一种,甘肃它作为一个文化大省, 它的文化地域非常的丰厚,同时它作为一个交通大省, 它的交通地位也非常的重要。 那么在这两点之下,如何去讲述一个新的甘肃的故事, 我觉得可以能够通过我的模型更多去展现。 你比方说我们甘肃的墨高窟, 比如说我们兰州正在建设的中山机场T3号站楼, 这些它一方面代表了我们甘肃的文化, 另一方面代表了我们新甘肃的气象。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做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。